大家好,我是來自姓森英的陳沛林,今年十三歲 其實都可以,最近由現在開始都是瓦式住口,專攻瓦式那些東西 今次全中文我也是有150話這個項目 其實我每一次比賽的目標和希望都是比上一次快 見到自己這幾個月,比賽之間那幾個月的訓練是有進步 然後是有看得到自己的付出是有努力回報 然後全中文這次目標就是希望我可以 就是我跟十三秒,跟澳門紀錄都比較近 如果有機會我都希望可以破澳門紀錄 今年我是第一次參加,然後應該都是最小,十三歲 初一,可能跟其他大過我的人比,可能會少少少 但我都會努力,主要就是努力,不要被自己心態搞得好些 我知道再去全中文是有興奮和緊張 其實全中文現在都越來越近,剩下兩個星期時間 就覺得越來越近,自己做好準備沒有? 天天都自己問我做好準備沒有?我預備好準備好沒有? 就是現在都很努力地調整自己的心態 因為現在在賽前沒有了習慣 那就可能越來越緊張 就一去到就可能過了一天就比賽 就是現在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就覺得自己已經好了 就算結果是怎樣,我都是盡力了 訓練就是跟平時一樣 但是就可能強度加強了一些 就是又挖式又多了 然後就是現在平時都會注重於自己 比如說平時50,這樣衝刺 注意一下自己多少秒 然後看看現在在這個程度 之後再看看其他之前比賽的錄影 其他比賽的錄影,對手的錄影 就看看跟他們在什麼程度 就是看自己可以怎樣 就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我記得就是查資料 上一屆是三項的海報 但是今年兩學生 其實沒有更加注重什麼 其實兩個都很重要 就是就算你什麼項目 那個項目都很重要 都要全力以赴地做好它 大家好,我叫郭希晴 我來自澳門培政中學 今年15歲 狀態都不錯,但是又未到最好 希望剩下一些牌可以調整更好 測試賽都比長次快一秒 都不滿意 練多了主項 現在的計劃都多了主項 還有今次那些短距離 都會放在爆發中做好 100次 因為上次是由1分0 1分0 對,1分正 然後就想進去59秒 當然是很緊張 因為外面那些都頂尖 和那些不同水平的比賽 因為希望可以調動到自己 那種動力的比賽 就覺得最好是跟到別人 還有最好是比賽 50次的話就想游到 26秒尾 游不到的 到27秒頭 等於突破自己 然後100次就希望游到59 可能再快一點 這排狀態都算OK 但是覺得自己未調整到最好 跟那些頂尖水平的比賽 就希望自己可以 給他們那種 那種 帶到自己游得快一點 大家好,我是李奧斌 我是來自培懷中學 今年17歲 量好 但是還是批放不到自己的最佳程序 50次是24秒9 50次是26秒9 有的 就是 就是 平年訓練都 就是沒有比賽那種 激烈和那種 心情 就是沒有那些很緊張的心情 所以現在先努力訓練 那 都是考完個試 然後再 認真備戰 訓練的狀態 都很 就是 就是不會 不會說 那些 成績 一時快一時慢 都是他保持著 一個 一個水準 很激動 很緊張 可以學到他們的技術 還有 他們 比賽時的狀態 好像 就是 好像他們那些 人 每次比賽都可以調節到 就是 用到最佳的狀態去比賽 而不是 就是 突然間很累 突然 失去了這個感覺 加油 不要拿到最後 撤破自己的成績 還有 希望 可以將他們 全部擊敗 希望 解釋到 內地的 那些 強大的 對手 可以給一些 就是 帶給我 很多 學習的 地方